好了,現在我們就看看 我們本身有個下載的程式 下載的程式我們可以在哪裏找呢? 我們可以在一個Folder,叫Download找的 這樣下載的程式就在這裏 我下載的程式下載後,我們就放了在 Google Drive AI 我們是AI那個,然後我們是B5 那就是這個 那如何開啟呢? INO就是Adreno的文章 我們只要用WriteKick 我安裝了NotePad Plus,你可以用任何一個 Editor就可以開啟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本身,如果你看回整個程式的結構 然後,我們開啟了 我們開啟了Adreno 所以整個程式的執行 就定義了那些感應器 1,2,3,4,1,2,3,4 本身的程式 這個我上次解釋過 Include 就是說 Servo 怎樣做呢? 我就不詳細說了 它最主要就是說 我不需要寫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我只要用它就可以了 整個程式和我們之前寫的那個 之前寫的那個 程式的那個 結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你現在看到這個 只有三個 三個感應器 我現在這個 有四個感應器 有四個感應器 這樣 你看到 它整個程式 這個程式 它就會轉成這個 這個 我們才可以 才可以在Arduino使用 你看看 如果 Arduino的程式是怎樣寫的 它一樣的 大家都有一句 就 Include Servo.H 然後 它定義了Servo 也要賣Servo 這裡 它怎樣定義呢? 它這個Servo 叫做 3 Servo 3 這個Servo 5 Servo 6 如果你有三個 你就定義三個 你有四個 就定義四個 現在我有四個感應器 但是我實際 用了三個Servo 因為這兩個多餘 Servo 4 其實我可以不要 然後 你見到 它定義一些 變數 Position VR的Position 而我們這裡 其實我們也有 Servo 1 Servo 2 Servo 3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然後 它的Output 那裡 這裡 就直接寫了 所以我們 沒有特別需要 去控制它 我們看看 另外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程式 是一樣的 一樣 它有定義的Value 這裡就不是Value 這個叫Output 一樣的 你可以給它等於0 也可以不給它等於0 去到這裡 我們 寫先寫後 Servo MyServo Servo 3 Servo 5 Servo 6 然後 Adreno 我們上次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它本身來說 Adreno的程式 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 定義 這些是定義 現在就是這一段 定義 然後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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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們在這邊 你看到 它這裡 就是 將Servo 定義 設定 設定 在第三腳 第五腳 以及第六腳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 它 本身 PWM 是500 到2500 你不給也可以 你可以在 這邊 就給第九腳 就可以 後面這個 其實你可以不用給 你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就是 0.5ms 到2.5ms 即是 500ms 到2500ms 這個 我不再 詳述 但是 這裡 它更多了 就是 Pin Mode A-Link 是Input 在Adreno 其實可以寫 可以不寫 你寫了 就會更好 所以 你會看到 產生多了 這一句 即是 我會用A0 A1 A2 三腳 到下面 它是不斷循環去讀 Analog 讀了之後 將Output 放到我 Sensor 即Output 1 我首先 Map 上次說過 我要將它0-180度 首先要知道 它輸入的電壓 分了幾份 0-5屋 分了0-1 0-2 3份 這個10個bit 上次有提過 如果有同學 有不明白 可以問 我重新把規劃 變成0-180度 就像這裡 但如果你看回 我們在這個Map裡面的程式 簡單很多 這些是比小朋友玩的 如果你們要寫的時候 當然是寫這個 然後 接著到最後 它就是 Serval 這裡寫Serval 3 Right Output 1 這裡就是MyServal 因為我定義了一個 叫MyServal 你叫ABC都可以 沒有所謂 然後 它一定要停一停 因為為什麼 它的Serval 由這裡到這裡 雖然快 但是 都起碼要0.01秒 0.01秒 所以 Delay 它就15 15 它Delay 1000 就是1秒 15 就是0.015秒 0.015秒 這樣很快 雖然快 但是它在這裡 Serval 動到這裡 它也有需要 那我們跟著 我們其實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就 只要 這個 你現在 頭頭 我們Generate出來的 這個程式 我們就 Right kick Copy 然後 在這裡 New New 之後 如果懶的話 我們直接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 什麼叫懶呢 當然 我們有懶 有不懶的方法 懶的方法 就是這樣 就這樣 Paste 然後 我Save 先 我Save 我Save 回到哪裏呢 我Save 回到 我們上課 那裏 很多檔案 黑死人 這裏 就是這裏 這裏 我放了Google Drive 對 這樣 就放了這裏 這裏 這裏 B5這裏 當你Save 我們可以 打一個字 叫做 3Servo Testing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那你Save了之後 它會怎樣呢 你會看到 其實在那個Folder裏 裡面 在Folder裏 多了10Folder 那這個10Folder 就把我們的程式 塞進去 那 問題就是 接下來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有3個VR 那3個VR 我可以控制 Servo 那 問題就是 我現在這個程式 我怎樣把它下載呢 那 我們首先要做一件事 我們先拿一拿 看看有沒有錯 電腦自己拿出來的機會 錯的很少 那 當你按了這個之後 留意一下 我們下載之前 我們要確認兩件事 我們首先 第一個確認 就是Compile 這個Sketchering 你現在看到綠色Bar 一路走走到最後 Done Compiling 那就沒事了 然後 然後我們要上載 那個程式 去我們Adreno塊底板 留意有兩件事 第一 我們現在 我們看我們Adreno 我們是UNO 有很多種不同的底板 那你見到UNO 另外這個POD 其實當你插了USB 上去的時候 當你插了USB 上去的時候 現在我這裡 我有條線 我有條線 那我嘗試 插到USB 那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有很明顯的變化 就是 我插進去之後 插進去之後 大家再看看 這個POD 這裡的字是黑色 然後你會看到有Compile 4 有Compile 4 我插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 Compile 4 這裡多了一個插進 UNO 這裡多了一點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已經把ADRENO的UNO 和電腦已經配合了 下一步我們會講硬件的組裝 這樣大家可能要開始 拿好資料出來 我們才開始做 那好 我們接下下一步 好 我們接下下一步 這個POD